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肚子好饿 你为什么带我来进来 你冷静一下 你不觉得这边环境超美的吗 是啊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是东京360度的这个环境 全部都在这里 这里在我们饭店的正上方 你不觉得我很厉害 很会订饭店吗 你有饭吗 太好看了 我待会订了一个法式的套餐 要跟你一起分享 配着东京的美景 太棒了 对 接下来慢慢享用我们的法式料理了 超高的 那通常在享用法式料理 应该都是一道一道慢慢上 但是因为Angel真的太饿了 所以我们全部都上满桌了 前菜还有主菜好丰富 我觉得这道好特别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鲑鱼卵 然后下面实际上它是豆腐 这样层层堆叠的感觉 我本来以为是鸡蛋 对 它的豆腐超有嚼劲的 你会以为你在吃鸡肉 是那种非常非常Q弹的 然后咬在嘴里的时候 鲑鱼卵是炸开来的 那就是法式再加韵式 对 好特别 好特别 应该是摆在最后当甜点 它是有很香很浓的洋葱味 原来是咸的 这样子看我本来以为是甜点 我也以为是甜点 结果是咸的 而且它是前菜之一 对 浓汤吗 浓汤 这样子看 我觉得好像南瓜汤 对 什么 是红萝卜 红萝卜 好幸福 对 今天我订的主菜就是我最爱吃的 很嫩很嫩的牛在这里 下面这个牛肉对不对 它非常非常嫩 上面这个厚厚的就是鹅肝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两片 松露粉 好高级 而且松露还不是这样碎碎碎末 它是一片一片地摆上去 对 是不是超奢侈的 等我 我看到你好幸福 我现在就好像敞扬在东京的夜景里面 整个就是飞到天上的感觉 天哪 我们真的很奢侈 好好吃 你好 刚刚吃了好多好好吃的主食 还有前菜的 当时其实我的胃还有第二个 我也是 是甜点 当然女人要有第二个胃就是为了甜点而活 你看最漂亮的美景 然后再配上这么有艺术感的甜点 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这么多的行程 回饭店我们以为可能就是回房间 所以不 其实我们饭店的顶楼竟然有这么棒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这个区域 它有分了九大主题餐厅 这么厉害 是 然后我们今天吃法式 有可能我们明天可以来喝喝小酒就好了 对不对 各式干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来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 这边有的夜景真的是无敌 360度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累了回饭店 我觉得可以上来小小休息一下 可以看看夜景放松 为了明天的购买准备 没错 现在要慢慢吃慢慢看夜景 然后慢慢聊天 是的 来 准备我们的战利 明天见